我手上的是最新的Surface Laptop 6 多謝師兄的支持 去這部機給我試 如果你選擇一部Ultra Book 用來做文書或商務用途 覺得它很帥 又好像很想買的話 我勸你看完這條影片才決定 首先要提提大家的是 我出片的時候 Microsoft已經直接買了 接下來用Snapdragon X Elite ARM Base處理器的Surface Laptop 7 手上我這部是Business版本 還在用Intel Core Ultra的機款 不過怎樣也好 我先說這部 Surface Laptop 7就有機會再跟大家說 其實罵的都是罵那些事 去到2024年 其他機都轉了OLED 全體體驗很好 邊框很窄的時候 你看它在做什麼 邊框都是鬼死那麼厚 螢幕色準是沒有改善過 可以說的是3比2比例是好用的 用來做文書也是舒服的 你也好少在外面找到一部螢幕比例是3比2比例的機 但只要紮一點也好 似乎它把資源放在最新的Surface Laptop 7 最新的邊框是紮了很多 它今年唯一的升級就是它的防反光 coating是改善了 這個是由Day1開始喊的 喊了這麼多年 它今年終於進步了 不過你都不要預算它很好 本身是不合理的反光 現在只是正常一點 減了一半左右 但其實你都會覺得有點厲害 在平時室內用 你打字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自己的手的反光 然後重量也是另一個問題 它是1.35kg 是突破了1.2kg 其實是很重的 我覺得 還要預算充電器出外的話 當然它的材料的話 它就做不到太輕 所以是它這一刻的限制 插孔左邊是USB-A Thunderbolt 4 3.5mm 右邊是Surface Connect 就不算很夠用的 你要買一個Surface Dock做Adapter 成為2000多元 多謝了 電量它也是一般的 如果你要拿它和Mac機去比的話 它頂多給你6小時左右的普通文書電量 不要預算太好 不過如果你拿來和Windows機去比的話 它就不差 那好啦 罵就罵完啦 先說一些好一點的東西 就是它的效能表現 講效能之前 幫我按個訂閱鍵 還有訂閱我和Anson做的BigBuy Podcast 手上這部就是Intel Core Ultra 16GB RAM的模特 內置顯示卡用Intel Arc Graphics 它今代的CPU效能表現是不錯的 日常用是很順 不過其實用的都是文書和商務用途 就難不了它 你拿來收拾一下相片 其實它和Galaxy Book 4 Pro是一樣 其實你用的都是純的這些功能 而剪下一些簡單的影片 或者普通reels那些 其實都沒問題 要注意RAM就未必夠用 你做得太多東西 顯示卡效能 它這部機的圖像效能 其實表現就不錯 如果你拿來打機開最低畫質 它的Frameway表現是好一點 有些在那部機玩不到 但這部機是玩得到的 CS2 Rainbow 6 GTA5 Rawcrafra Diablo 4 完全沒有問題 Apex就一般我覺得有點厲害 但也不可以與整體打機體驗很好 因為它都會有卡卡卡 認真打機就不用它了 散熱表現也不算特別好 它集中在鍵盤的位置發熱 所以如果你高用量的時候 手枕位和鍵盤位是會熱一點的 日常文書低用量的時候就不怕 它用起來就不會發熱 但是如果你開很多東西 轉做最佳效能用的話 它就會變熱 在那些時候 在大腿用就不太舒服 風扇聲音推進部機的時候 你會明顯聽得到 普通文書就沒什麼聲音 我就覺得可以接受 效能OK 這樣也不足以買得下手 justify它的價錢 就是它的設計 雖然那麼多年 都沒變過 都是同一個設計 都是填字Logo 都是這隻料 都是這樣的 但那麼多年看了那麼多部Laptop 看完其實我回來看它 其實依然都是那麼興奮 那麼喜歡摸 那麼喜歡拿來看 拿來J的一部Laptop 它的黑色是很漂亮的 雖然都是跟大部分深色機一樣 都是比較容易貼紙紋 而它的細節位其實都做得很好 它的價格位 單手開合很Smooth 很順 一向Microsoft都做得很厲害 螢幕也很FIRM 不會有震動的問題 機身物料都很FIRM 按下去就不容易變形 它是最近似MacBook的質感 同時它又給了Windows的系統 當然我自己來說 我是比較喜歡Windows 去做文書工作 而它除了設計之外 其實用來也有很多地方是好用的 鍵盤是很漂亮 手感也很好 打字我真的很喜歡用它這個鍵盤 觸控版就沒有Surface Laptop Studio的那麼好 不是Haptic Trackpad 這個我覺得有點可惜 不過用來其實都好用 最新Surface Laptop 7升級了做Haptic Trackpad 即是好像MacBook的質感 會好感覺很多 聲側在同價位機裡面都算是很出色 夠大聲 高低音清晰度很夠 沒有MacBook那麼漂亮 但是Windows機來說 就算是很好的 所以其實公道的音量 以一部Windows機的體驗來說 除了螢幕之外 其實它也是很好的 你要它給你的設計 造工 鍵盤 以及整體的體驗 Trade-off就是螢幕沒有那麼漂亮 而且會重一點 我覺得如果真的要看的話 Surface Laptop 7升級是值得期待的 接下來有機會再試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我Galaxy Book 4 Pro的影片 在那裏我會說一下 今代NPU和Windows系統需要用到的NPU的功能 這次就是這樣 用這部機或者一直用Surface的你又怎樣看呢 歡迎留言說下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訂閱鍵 按下旁邊的鈴鐺 有新片的時候 你就會馬上收到通知 我是Wallace 我們下次見